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六百三十二集 宋卿城没再说什么 转身出了房间 他正准备收拾去洗澡 沙发上的手机突然又响了起来 宋卿城惊了一下 在想 会是他回电话来了吗 这样想着的时候 电话已经被拿了起来 然而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 是苏语打来的 所以是他想多了 人家这会儿 正陪着美人浪漫的过生日呢 又怎么可能会想到他们 宋卿城惺惺然地扬了一下唇角 然后回神将电话接了起来 喂 苏语 卿城 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呀 我刚刚在房间里给孩子脱衣服睡觉 麻烦这么早就睡了 今天下午在动物园玩了一下午 可能是累了 到家就嚷嚷着要睡觉了 那好吧 我就不上来了 本来买了点吃的 想送上来给你们的 宋卿城看了看窗外 外面这么冷 你就别跑来跑去了 早点回去睡吧 我听你声音好像有点哑了 是不是感冒了 没有 可能是刚刚喝水呛了一下 宋卿城知道苏语这个人比较细心 要是知道他不舒服 肯定要守在这里 一夜都不会回去 这么大的人了 喝水还能呛着啊 宋卿城抿了抿唇 没有作声 对了 你工作的事到底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 我打算去济市集团试试看 济市 其实我也打算推荐你去济市来着 那边比较待遇好不说 对你以后的发展还有大的帮助 而且离你目前住的地方还近 嗯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 我就决定去那边了 嗯 那就提前祝贺你 新的工作顺利 谢谢 结束了通话 宋卿城什么都没想 就直接进卫生间洗澡 放了一缸热水 准备痛痛快快泡个澡 把内心的火气都逼退 躺在浴缸里 一个人却发呆了许久 其实 去济市工作 他什么都没有考虑 纯属就是赌气一样 纪正廷不是让他去济市吗 那他就如他所愿 不就是每天跟他同在屋檐下工作吗 他自己都不觉得别扭 他又有什么好顾忌的 以为他还放不下他 不敢跟他一起工作吗 那他就错了 他不但在他面前工作 而且还要把工作做得更好 绝对不会让他看了笑话 宋卿城越想越生气 越恼火 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才发现 浴缸里的水已经凉了 他打了个喷嚏 揉了揉鼻子 又接着打了个喷嚏 糟糕 不会真的要感冒了吧 他赶紧从水里出来 擦了擦身体 得赶紧进被窝里捂一会儿 不然感冒就不好了 第二天 宋卿城把小包子交给新越 自己就直接到济市去报名 让他意外的是 接待他的人居然是高兴 高兴看到他 很是礼貌地招待他 宋小姐 快里面请 真是不好意思啊 让你这位大秘书 亲自下来 宋卿城跟他半开玩笑地说道 高兴笑了 开口也是很随和的语气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您今天来 除了我 还真没有合适的人能招待你 什么意思啊 我来还需要专人招待啊 我可把话说清楚了 我今天是来找工作的 不是来做客的 我当然知道你是来找工作 换作是做客的话 你今天可能就白跑一趟了 怎么 你们总在不在 宋卿城一问出口便后悔了 自己干嘛上来就问他在不在 无量 高兴叙了他一眼 刚接到电话 老大那边有点特殊的事 今天不过来了 宋卿城敏唇 不太自然地笑了笑 没再作声 有点特殊 大抵是还没有从那未婚妻 开心的生日中回过神来吧 今天还要继续再温存一天 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聊 很快就来到高兴的办公室 高兴给了他一张表格 宋卿城填好之后 高兴又带他直接去人事部 办理入职手续 一切都办理好 也就花了半小时的功夫 高兴陪他出来的时候 见他一直打喷嚏 便关心地问了一句 要不明天再过来吧 我看你好像不太舒服 没事 就是小感冒 待会儿吃点药就行了 那行 我带你去办公室看看 高兴倒是希望他快点入职 待会儿把这个消息告诉总裁 保准是一个大惊喜 宋卿城点头答应了 他觉得自己运气特别好 去美国的时候 遇到苏宇对他特别关照 什么不懂的问题 陌生的地方 他都会帮他 现在来到济世 可以说又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但是有高兴帮他一切都打理好 让他省去了很多麻烦 不过 看着电梯一层一层地往上走 他有点奇怪了 怎么高兴摁的是顶楼 那里不是纪正廷的办公室吗 啊 你是不是摁错楼层了 没有啊 高兴反倒是被他问的有点不明所获 宋卿城又瞥了眼他摁的数字 你摁的是顶楼 哦 是这样的 公司前段时间刚刚调整了一下 现在我们顶楼重新改造了几人的办公室出来 每个部门都有一位负责人被安排到顶楼办公 这样是为了更方便每天开会 既不耽误时间 总裁要找人的时候 效率也能达到最快 你的意思是 我被安排在顶楼办公了 宋卿城很是疑惑 他又不是设计组的老大 为什么要安排他上来 设计组那边最后一个办公室 被昨天新来的一个设计师给占了 所以呢 只能委屈你先上上面办公一段时间 不过你放心 下面一旦有空出来的办公室 我立马帮你占一个